近日,有五大部门共同推出的新能源汽车下乡,在江苏海南湖北等地正式开启,参与车型多达69款。 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,这次下乡活动将以新能源汽车为主要扶持对象。 不仅地方政府有补贴,车企也有大额优惠,为新能源汽车下乡促销。 按照以往的经验,国内一旦有工业产品开展下乡活动,大概率意味着,这个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。 而现实,也的确如此。 根据中汽协分析称,目前汽车产业仍处于缓慢恢复阶段,国内需求不足制约明显。 汽车行业经济运行依然面临较大压力,行业企业效益水平处于低位。 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,由于产能布局庞大,从行业正式爆发还不到三年时间, 新能源市场就进入了一片红海。 不仅价格战,打得头破血流,还倒下了一大批车企,例如,爱池起点雷丁拜腾等, 还有濒临死亡的横池天际威马等,仍在艰难求生的,有未来小鹏的炸问界零跑等, 他们至今,尚未实现规模盈利。 在新势力中,只有理想汽车,是唯一实现规模盈利的车企。 而且,一个显为人知的数据是,在看似如火如荼的, 新能源汽车市场背后,是库存车的严重积压。 截至2023年一季度,中国新能源汽车库存量,就超过了106万辆。 整个2022年,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,分别为666.5万辆。 61万辆出口海外,国内上显量为524.9万辆。 有80.6万辆,积压在厂家和经销商的手里。 2023年的一季度,中国的新能源库存车,又增加了25.7万辆。 平均每个月,都有8.5万辆的积压库存车。 与此同时,燃油车,也发起了绝地反击。 面对新能源汽车的强大冲击力, 传统燃油车企,并没有缴械投降, 而是发起了更加凶猛的价格战。 在成本上,燃油车具有天然的优势。 有句话说得好,没有卖不出的产品,只有卖不出的价格。 所以,在价格战打响后,日产轩逸, 重新夺回了轿车榜冠军,比亚迪秦跌至第二。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,价格是最强大的武器。 当大众消费,信心不足时, 燃油车依靠低价,续航优势,以及传统品牌口碑, 还是杀出了一条血路。 虽然总体竞争力有所下滑, 但依旧给新能源造成了不小的压力。 在库存压力下,想要及时地销售出去, 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量市场。 除了海外,另一个增量市场, 就是中国广阔的农村。 当然,新能源汽车下乡,并非是第一次提出, 早在几年前,就被多部门提上了一程。 2020-2022年,工信部等三部门, 就多次开展过新能源车下乡活动。 期间新能源汽车下乡,共举行了18战, 累计发布6批,近200款下乡车型。 车型涵盖微型小型,紧凑型,以及中级车。 不过,至少在目前为止, 新能源车下乡的进展,始终不温不火。 首先是因为,价格偏高。 根据汽车之家公布的车型价格, 2021年下乡车型,均价为11.4万元, 2022年均价为13.5万元。 除了基础售价偏高, 一些新势力,无法响应下乡号召的重要原因, 在于销售模式。 很多新势力的销售模式, 往往是线上预定,与新直音模式。 这种模式,更适合城市。 在农村、新势力的销售模式, 显得水土不符。 同时,经销商体系的不完善, 也导致了售后环节不足。 进一步对新能源车在乡村销售, 产生负面影响。 当然,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大难题, 在于充电等基建问题的长期制约。 中国充电联盟数据显示, 乡镇农村、公共充电桩的保有量占比, 不足5%。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也提到, 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、 销售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, 制约了农村地区、 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。 深港证券也在研报中指出, 充电设施不足的问题, 仍是影响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一大制约瓶颈。 公共充电桩一般集中在城市。 乡镇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匮乏问题, 尤为突出。 此外,农村消费者购车时, 还会考虑天气, 以及农村路况等因素。 而这些因素, 往往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, 造成很大的负面作用。 大家都知道, 新能源汽车, 天气越冷续航越短, 尤其是在北方地区的严冬。 有北方农村消费者表示, 原本能续航300公里, 在冬天, 尤其是特别冷的天气情况下, 只能跑不到200公里。 出远门, 并不会选择开电车。 2022年的数据显示, 农村新能源汽车渗透率, 仅为10%, 明显落后于, 国内整体29%的渗透率。 所以, 尽管一众车企, 踊跃响应下乡号召。 但下乡实际能对车企业绩带来的提振, 可能不会那么明显。 西南证券, 在5月份的研报中表示, 基于2023至2025年,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, 每年同比增长3%, 人口数量, 每年同比下降3%, 下乡车型均价, 13.7至14.7万元等假设上, 推算出到了2025年, 新能源车下乡市场规模, 将超过5000亿元。 我们先不讨论, 这些乐观假设, 是否都能成立。 即便都能成立, 测算出的5000亿元, 其实是指, 2025年的存量规模。 如果换算成增量看, 每年带来的增量市场, 不足600亿元。 根据这家券商预测的结果, 2023至2025年, 新能源车下乡的累计规模, 分别为3958.3亿, 4518.4亿, 5113.6亿。 按照这个预测, 2023年新能源车下乡增量, 只有447亿元。 2024年增量560亿, 2025年, 为595亿, 都没有超过600亿元。 每年500多亿元的增量, 在汽车这种大宗消费品市场中, 并不会激起太大波澜。 但很明显, 每一次产能过剩, 中国农村都成了最大的接盘方, 成了中国经济最后的抓手。 每当城市的市场需求饱和, 而工业生产过剩时, 农村需求就成了, 托举国家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。 要知道, 中国经济的起步, 最开始靠的, 就是城市工业品, 和农村农产品的不等额交换。 也就是工业品高一价, 农产品低价, 完成了财富向城市和工业系统的, 转移和积累。 后来靠的是什么呢? 靠的是廉价的农村劳动力, 也即是所谓的, 几亿廉价农民工, 完成了入市后, 向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嵌入。 在工业化完成后, 紧接着城市化启动, 大基建房地产, 做了经济发展的龙头。 但眼下, 城市化进程正在放缓, 各地债务摇摇欲坠, 楼市也就不动。 在上一次的增长中, 工业化和城市化, 进行了很好的衔接。 而这一次, 在城市化尾声的时候, 新的增长动力, 或者说新的增长引擎, 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。 新的经济龙头, 没有起来, 旧的龙头, 又过早地趴下。 所以, 农民农村, 又一次扮演了中国经济托敌者的角色。 今年5月, 经济日报, 在头版位置发表了一篇, 署名金冠评的文章。 标题是, 促进城市资源要素, 有序流向乡村。 简单介绍, 金冠评, 并不是一个人, 而是经济日报, 观点评论的缩写。 一般都是在, 发表重要文章时使用。 这不是个人观点, 而是集体意志, 分量显而易见。 何谓资源要素流向乡村? 首先就是土地要素, 土地是经济发展, 最为基本和基础的生产要素。 中国经济这么多年, 能够迅猛发展, 跟土地的货币化, 市场化密切相关。 而也因为, 土地市场化货币化, 才造就了今天的, 中国房地产市场。 但中国土地, 货币化市场化, 还仅仅局限在, 城市的土地。 农村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, 是两者分开的。 基本上农村土地, 是入不了市的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 部分城市, 出现了两个极端。 一个是, 城市建设用地趋景, 导致土地价格高, 房价也因此上涨。 另一方面, 农村土地, 又入不了市, 大量农村土地闲置着, 派不上用场。 这时就需要土地要做, 在城乡间双向流动。 第二要做, 是资本要做, 微观上的市场主体, 要做生意, 就得先要有本钱。 宏观上, 经济要增长, 就得先投入, 金融资源。 所谓金融, 是经济的核心, 就是这个道理。 但是现在, 信贷扩张, 没有抓手, 城市基建, 基本到头, 只能把目光, 放向农村。 第三, 也就是, 劳动力要做。 经济要发展, 就得有人干活, 所以劳动力要做, 非常重要。 但反过来说, 当劳动力过剩, 城市解决不了就业的时候, 就需要青年上山下乡, 这也是今年各省在做的事情。 而新能源汽车下乡, 也是一样的道理。 从历史上看, 乡村是中国经济短周期波动的, 重要平易力量。 是经济长周期发展中, 产业交替兴衰的减震器。 简单来说就是, 经济短周期问题, 可以下乡解决。 但是现在, 三驾马车同时熄火, 属于长周期的事情。 光靠下乡, 显然解决不了。 而且, 城乡二元, 工农产品减刀差, 公共服务和福利都抵差距。 这些到现在, 都依然存在。 最近几年, 国内不断喊出口号, 说是要乡村振兴。 可关键在于, 乡村不是手段, 振兴才是目的。